航门大家族的日常生活始终是外部常常讨论的话题 终究是富人 因此很多人会关心他们的家庭故事 就例如澳门富豪何鸿燊 四个富人 十七个儿女 家里的故事肯定是十分精彩分成 而香港有个航门也是十分吸引外部的关心 那便是霍甲 也就是郭晶晶和霍启刚他们这种航门 尤其是郭晶晶嫁给了霍启刚以后 也是让霍甲变成大伙关心的航门 许多人都说郭晶晶是香港命最好的航门原配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郭晶晶跟霍启刚的气质真的是很般配了 而且霍启刚真的是深深的爱着郭晶晶 霍启刚每次看到郭晶晶都是两眼发光的样子 单单是冲着这个眼神就知道郭晶晶有多么的幸福了 大家都知道郭晶晶的人生非常的励志 他在将自己变得优秀之后 自认为与霍启刚相匹配之时才结婚 他与霍启刚呢2004年传出恋情 到2012年住次结婚 结束了8年的爱情长跑 可以说两个人就有非常深刻的感情基础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两个人的婚后生活简单幸福 每每提及彼此脸上都丝毫藏不住幸福的笑容 可以算得上一对模范夫妻了 嫁给霍启刚这么多年 生下了三个孩子 郭晶晶眼儿如目染地学会了粤语 在接受香港接着采访的时候 全程用粤语交流 真不愧是世界冠军 言语之中大气却又自然不做作 郭晶晶加入货架之后 从来不需要刻意地去迎合货架 她依然可以保持自己 过着自己低调平凡的生活 远离香港的豪门民园圈子 这一点除了要感谢霍启刚之外 还应该要感谢公公霍正廷的包容 一直以来 郭晶晶给人的感觉 是在霍启刚身后支持她的女人 而霍启刚这些年除了生意之外 在其他的领域也获得了长足发展 不得不说 离不开嫌弃郭晶晶的大力支持 但很快这种男强女弱的关系 就要打破了 因为郭晶晶也有了更要做的事情 此时考验霍启刚的时刻来了 近日在出席某活动的时候 郭晶晶套路 自己将前往东京参加奥运会 并担任跳水裁判工作 前一出还是让外界震惊不小 毕竟退役之后 郭晶晶似乎就远离了跳水 如今复出担任裁判 而且还是奥运裁判 这多少还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让外界好奇的是 一直在家相夫交子的郭晶晶 如果参加东京奥运 那么三个孩子谁来照顾呀 此时能体现霍启刚价值的时刻到来了 他能力挺为自己付出那么多的妻子 关键时刻 支持老婆的事业吗 显然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出了名的暖男 以及宠妻狂魔 霍启刚 其实是一直都支持着 郭晶晶发展自己的事业 而平时的工作在忙 只要回到家 就会帮老婆郭晶晶一起带娃 丝毫没有富豪的架子 有时候在教育子女身上 比起脾气急躁的郭晶晶 她显得更加有耐心 所以带娃的事 郭晶晶大可以放心地交给丈夫 据悉郭晶晶此次是以国际业余 拥有联合会代表的身份 参加东京奥运会 并担任跳水项目裁判的工作 需要等到跳水项目结束以后才会回家 这期间丈夫郭晶晶将独立承担带娃的责任 而郭晶晶也表示会全力支持妻子 看到她能够再次接触到跳水项目 我相信也会感到非常开心 好了 以上就是小编带来的这一期视频的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评论哦 好